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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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不会用到太多啦 还好啦 存钱吗 还可以啦 因为每一年 新年过后 其实都要想好这种东西 不用到新民地产来想到 要准备这笔钱 如果能够开源节流的话 就能够做得到 但我觉得教育是最重要的 所以就算是再花多一点钱 我觉得是我们的责任 其实也是会辛苦啦 因为我个人也是出来做工的 自己出来做创业了 所以其实会蛮辛苦啦 因为没有那个花红 没有啦 还好啦 还好 几百就还好 几千就比较辛苦 根据我们刚刚所做的揭法呢 一般上没有孩子的人 他们在新学年来到的时候 花费也不会太大 但是一到农历新年的时候 大家可要花的钱就不少啦 那不知道你自己哪一方面的花费 是免不了的呢 欢迎你跨研交换角度 跟我们分享你的看法